本席,我们请主委 请主委 好,刚刚你不敢回答叶委员 那回答本席 你认为为了反跨媒体垄断 NCC愿不愿意跨部会整合提出专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本会会就执掌范围之内会提出我们该有的修法或是立法盘 还是要放在广电三法相关的条例 广电三法的版本已经有大约的委员提出提案了 那要不要专访 本会的执掌跟向来立场都是在整合的我们所主管的法令里面提出一致的规范 台湾话有四个字 现在正在上演 这四个字叫做欧良赛道 来 我们其实不喜欢这样的主委 我先请教主委 今天全国人民第一次看到原来有线电视这么好赚 赚很大 主委 你速度提起说确实有调降空间 有线电视收费确实有调降空间 是不是 是 谁的责任 是NCC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我们各在自己的执掌范围之内都有努力的空间 你的责任在哪里 我们有第一个是收费标准的 已经很多年没有检讨修正的 这我们上线要检讨对不对 对 确定要检讨了哈 对 是不是确定要检讨 是 多久可以检讨好 今年来得及吗 还有一个月 还有两个月 我还有三个月 现在差不多在省费率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立即在今年赶快把上线修定 可以吗 我诚实回答 今年直接就落实到费率核定有困难 好 今年来不及 三个月把上线下修来不及 这个就是五感执政 马总统说台湾的经济发展要一个月有感 然后呢 今天费率都帮你算好了 你只不过把六百元的上线往下调 结果三个月都还要五感 你要不要修正一下 三个月内 因为今年大概是十一月十二月开始省费率了 十月就有各县市开始省了 今年要来得及的话其实回去一个礼拜就可以出来 这是政策 这不是成本计算 成本利益计算很清楚 来 要不要让他今年试用 今年调不调 我们会检讨 但是今年调不调 我诚实跟委员说明的就是今年那日有困难 这个是五感NCC 好 有线电视今年不会调 来 地方政府无可奈何 责任百分之百都在NCC 这是我以100年的分析 我们高雄最大的两家港都庆联来看 诸位 97年度以港都来讲 他的利息全年是零 没有利息 98年的上半年 他的利息整个公司利息钱才2000块 庆联也一样 97年度全年的利息只有3400万 可是到98年上半年甚至于减少成为1800万 可是98年度的时候港都的利息上半年只有2000块钱 不是2000万 上半年2000块的利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他的利息钱是3亿8559万9000元 而庆联呢 他在98年上半年的时候他的利息才只有1800万 可是到全年计算下半年加进来就有188554万4000元的利息哦 不是贷款哦 为什么 主委 委员所说的现象确实是他显然借款的数据大会增加 对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借款这么多 中委员让我回去了解他详细的其实 好啦 因为中家在98年的下半年完成并购啦 换句话说 如果一并购我们的有线电视立即无缝接轨 承袭了这个母公司的所有的债务 所以你说地方政府怎么可能降价 因为送进来的财务报表全部都是亏钱的 来大家看一下 98年的时候 港都跟99年的时候的港都 我们来看 98年下半年12月才完成并购 但是他已经开始减少 我们从98年来看 毛利率44点44%哦 港都毛利率44% 99年毛利率也达42% 营业净利也就是扣除管理费用呢 还有22%跟25% 问题就出在这里 税前净利 合并前的税前净利跟营业净利差不多 税前净利除了税以外利息就扣掉了 但是合并后 利息一扣掉 马上税前净利剩下4% 剩下4% 从25%变成4% 全部被这种母公司的突婴投资集团 拿去付利息 然后呢 全年的税后净利变成付的 庆年也一样 合并前全部都大赚钱 98年刚合并 12月刚合并 所以98年呈现出来 他最后都还赚20% 最后都还赚18% 可是一合并的时候 一加变成亏1%一加变成亏14% 我们再以三年的成发展来看 以我们港都来看 毛利96年36 38 45到98年一路成长 庆年也是他的毛利96年到98年32% 37% 41%一路成长 扣除了营运成本的营业净利也是一路成长 96年12% 97年17% 98年25% 庆年也是一路成长 从96年的13%变成21%变成24% 在合并前96 97年 他们扣除利息跟扣税完了以后的税前净利都还有12%跟16% 然后庆年都还有15%跟20% 可是一合并98年立刻出现什么 他的税前净利呢 从前一年度的16%剩下3% 而庆年从20%变成-7% 税后净利呢 港都变成-2% 庆年变成-10% 这个叫地方政府省费率的时候 怎么可能省得出降价的空间呢 这些钱都被怎么拿去无鬼搬运 中价集团 他买了港都 他先成立一家叫做安都投资 然后把港都呢切割给安都 安都发行股权以后 取得了交换的筹码 然后安都呢 就买了港都 港都因为切割给安都嘛 中价把港都切割给安都 所以港都变成安都港都 可是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港都竟然逆向并购安都 买了安都 安都呢 一跟港都并购 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 全部转给港都以后呢 安都呢就死掉了 就撤掉了 因为他就变成消灭的公司了 所以这家安都公司 被拿出来作账 他的寿命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 中家集团 在买了港都以后 成立一个三个月寿命的投资集团 顺利的把中家集团的债务呢 透过安都转嫁到港都的身上 这叫做无鬼搬运 我们的有线电视是这种生态 在这种生态之下 在这种生态之下 除了用这种无鬼搬运法 不费吹灰之力 把这个大的有线电视集团的债务 立刻转移给我们的赚钱的有电 有线电视公司之外呢 他们还怎么样去做账 比如说 第一个顾问费 我们庆联给中家网路呢 一年六千万顾问费 港都给中家网路呢 一年三千万顾问费 然后借贷 99年6月25号 我们庆联港都集团借薪还就 借贷了三百亿十三亿 其中借薪还就只替庆联还二十三亿六千 替港都还五十三亿七千九百万 换句话说 庆联港都集团被中家拿去借贷 三百一十一一十三亿里面呢 扣除真正的借薪还就替庆联跟港都还在呢 有两百三十五亿六千万不知去向 也就是被集团拿到本业以外去用 成为他的提款机 除此之外呢 还用编预算有顾问费 有贷款 由他付利息 替他付利息 然后还怎么样呢 港都编了三十八点九一亿 庆联编了七十八点九一亿 总共一百一十七点八一亿 做什么 跟母公司买商誉啦 买品牌啦 买一个月球上的空气啦 一百一十七亿 所以整个我们台湾整个有线电视 就在现行的生态之下 我们所有的客户 替他们赚钱 但是不断的被转卖 不断的被拿来做财务的杠杆 不断的被掏空 不断的被什么 被当做提款机 不断的被吸水 吸血 在这种情况下 做出这种账 地方政府怎么可能有降价的空间 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NCC 把六百元的上限往下压 压到完全压缩 这种无鬼搬运的空间 所以本席说 百分之百的责任在NCC 有线电视降价 百分之百的责任在NCC 好 我讲完了这种生态以后 雪凌凌赤裸裸的 凸鹰在吸血的生态以后 你还要容许它 明年一年继续这样吸血赚钱吗 我再问一次 当我讲完以后 我再问一次 你今年要不要来得及降价 我们一定在我们全线范围内 尽快处理该做的事情 我认为的分析非常的精准 今年要不要处理 让明年1月1号开始使用 要不要 我们尽快 要不要 我们尽快 要不要在今年做 我们一定全力朝这方向去做 好 一定朝这个方向去做 不排除今年降价是不是 也诚实跟委员说过有困难 所以你说尽量去做又是糊弄吗 换句话说今年不可能降价 是不是 今年 12月以前不可能调降 让各县市现在马上在审 其实各县市现在正在审 很重要 你现在一降 明年就可以按合理收费了 明年就不必再让这些徒鹰这样子再赚钱 你还要容许他们这样做 你还要容许他们这样做 这就是十四豪时代 十四豪 来本席请问你 你希望在你的任内 你一年 叫这些有线电视集团数位化的百分比你要叫他们做多少 你要叫他们做多少百分比 目前政府定的目标是要在这2014年的时候达到百分之百 2014年百分之百 你知不知道现在2012年的时候现在多少% 最近的数字呢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 还离这个目标很远 很远 所以呢你做不做得到2014年百分之百 有困难 实话实说 好那你一年要多少 一年要几% 我们希望他是 他们很多钱 他们很多钱 钱很多 拿去做集团的整体运用操作杠杆 可是他们却不投资数位化 那你现在要要求他数位化 要不然你就要求降价 降价跟数位化加速进行 你一定要二选一 好你数位化你一年要几% 数位化跟降价最好是并行 好那你要几% 有魄力 我们希望他是成等比级数的前进 因为按现在的几度真的是太慢 明年几% 明年几% 等比怎么等比 我要知道你一年要几% 你都说不出来哦 一年数位化要求几% 十四豪 你任内要要求有线电视业者 一年数位化的比例是几% 你的政策宣示让我知道 要几% 跟委员报告 数位化最关键的环节是在民众加户上的数位机上和 这点是最关键的环节 两台我们可以忍受说一台免费 好如果这样你就在替他省钱嘛 所以你想的都是省钱嘛 那个不是速度的问题嘛 所以他不是速度的问题嘛 他是省钱的问题嘛 对不对 好 好下去谈你一年要他们几% 跟委员说明的是 20% 目前业者 20% 20%一年20%好不好 做不做得到 我们必须要有法令工具才可以举行政策目标 好那目前的业者有承诺部分是比较容易具体落实跟推动的 他说没有法令了 当初省造的时候你们怎么要求的 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他们有承诺的部分是现在可以具体推动落实的 他承诺多少 承诺多少 主席对不起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承诺 承诺多少 你明明知道跳票了嘛 你知道吴敦义曾经讲过2013年全面数位化啦 所以吴敦义是白菜医啊 没关系啦 好 NCC马上让他跳票啦 NCC在2011年3月 吴敦义哈 2007年的时候说 2013年要全面数位化 然后呢 2010年的时候 吴敦义再讲一次说 2015年要大50% 自己跳票了两倍 好 然后2011年的时候NCC说 2015年要达75% 加了一点 2012年2月不说目标 2014年全面数位化 结果到现在2012年才只有14% 你知道每一年几%吗 每一年2%3%1%啦 这个就是这几年增加的幅度了 2010年只做了2.01%啦 2011年做了3.08%啦 2012年做了1.92%啦 2012年到7月做2%啦 很丢脸啦 全世界是这样 这些国家都完成了啦 韩国啦 连中国都已经完成49%了啦 然后日本100%了 英国98% 香港100% 蛤 你要几%啊 好啦 主席我做几个结论嘛 第一个 呃 专法不肯答应 第二个 数位化的进度不敢讲 几%一年都不敢讲 第三个 有线电视降价 什么时候要开始降价不肯讲 这叫做三部主委 好 五感NCC 好 上午的会议 到此结束 下午 两点半 继续开会 下午 下午 放入鱿子